大家好,我是卡姐 今天租客又說不見了鎖匙 現在我又要過來跟他配 管理處不讓租客私下配鎖匙 又要通知我過來 現在又要過來做一些事 現在我正在去Seabass Water Fund Triminal 我今天去做什麼呢? 我今天想去北溫去拍些東西給大家看 順便吃個午飯 我剛好拍到很高的位置 就是我們溫哥華這個哈巴Center 上面有一個旋轉餐廳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溫哥華旅行 或者是住在溫哥華 那你就上去吃一頓飯 又看看溫哥華的夜景 不錯的 那我也有時跟家人過來吃個飯 吃個晚餐就最值得了 因為他真的看到夜景很漂亮 那現在在走這一座紅磚的地方 就是叫做Seabass Water Fund Triminal 它就合乘的是坐在野區 那麽剛才我一直以來的地方 就是地鐵總站 一 cierto方的線 都有坐快車去封樹嶺 那麽巴尔溫 那裏的地方 是可以坐過海道輪去北溫 现在我准备坐国海渡轮去北温 这座建筑很古色古香 模型上的细节画是非常漂亮的 虽然卡姐很多时候开车 但我都会买一张Compass Card 有时坐下Sky Train 坐下渡轮 这些Compass Card和我们香港的百达通一样 用到差不多 去查到你还剩下多少钱 你又可以充值 在哪里充值呢? 在售票机那里 你就可以充值 20元10元任你充值 现在这边看到就是这些特快的火车 它们就可以去到枫树岭那边 因为现在的城市就扩大了 以前去枫树岭就好像过山过水去很远 但是现在发展到一个新的市镇 那边很多人 特别一些主流社会的人 就搬去那边住 他们也不怕远 因为那边屋价又便宜 空气又好 又近着山的地方 他们觉得很自由自在 但是他们回到枫树岭 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坐这个特快的火车 回来上班 然后去到那边的枫树岭之后 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他们就每一早就会把那部车停在那里 坐完这个火车 下了火车之后 他们就駕回自己的车 就回家就可以了 也都很方便的 其实在外国 特别美国加拿大的那些 你住到百多公里 一百公里以外 都是很空的 七八十公里以外 那些更加之很空的 因为他们觉得住远一点 但是他们的投资物业 自住物业的价钱低了很多 他们就宁愿是这样的选择 现在我就走到来 这个坐渡海小轮这个站 这个坐船的地方 那大家如果是坐过天星小轮都知道 那也是坐这些渡轮 那我们现在也是坐这一只 这一只船 这一只船 就过去对岸 它很有趣的 它分开左右两边 它左边那边落客 右边这边 就会是上客 所以那边 那些客人落完之后 就开这边的闸门 就可以了 一般都不是这么多人 现在今天是正在走 现在开门了 那很多位置 那今天呢 又有很多学生仔 在那儿上这部船 可能他们日常旅行 那就上船了 他们都 那些先生带着 那很开心 很exciting 你看到他们 那你看他们的学生 每一个人 都带着一个电子手腕 有电子追踪的 即是如果怕着走掉的时候 都马上知道 那个小鸚仔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加拿大 对于小鸚仔的保护 也都很好 做得很足 那现在呢 我们坐渡轮了 一路过去 两岸的风光挺漂亮的 那我觉得如果 有朋友 不是住在加拿大的 或者不是住在Vancouver的 那呢 那呢 选择坐这个渡轮 过来 北温呢 就是最方便 也是最值得的 因为过来的船票 是很便宜的 那你过来呢 你就可以 北温这个社区 也都不错的 那 现在呢 我就走去一个地方 我今天就想着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加拿大的水上人 居住的一个社区 那 相信 廣东省 营海那些地区 或者是香港 那 以前都很多艇家 那什么叫艇家呢 那些水上人 那些水上人 他們居住的 是在水上的 但是 但登起得有好多燈 多漂亮 多舒服 也很風涼 水冷 而且是以私人物业 那样出售给那些市民 那如果有朋友 喜欢 选择一些这样的居所来住呢 也可以去买这些这样的屋 这些叫做水上人家 他们那部船很多都有游艇 那部船就泊在自己的屋边 但是他们上岸也有一些桥 他们真的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他们绿化做得很好 清洁做得很好 不是你想象之中这么难拍的 今天就是退潮 现在就慢慢走过去 我其实就经常来这一边 因为这一边就很多船厂 那我们家的船要定期去check up 去维修就要银过来这一边 这边就多船厂和你去做这些工作 这里又有个公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下来这个公园 这里有个石像 应该就是韩国政府送过来的 这个石像 有什么名堂呢 我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在这个岸边 看过去对岸 就是Vancouver downtown 其实这个海岸 其实这个海岸 这个海峡都挺阔的 好了 那现在我就慢慢走 走到一些水上人居住的地方 我再和大家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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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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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环 services 这里有些牌说有些垂木鸟,有些小鳥,或者是水上的动物 它都会是标明的,有时我都会站在这里看 看看这里附近有些什么鳥,或者海上有些什么鱼类 它都解释得很清楚 现在我准备进入了一个水上人,水上移居的社区 它们都很骨子,屋都很大的,好像一间那些城市屋 它都有两层的,有露台,里面什么都齐全 今天水退了,摊水就退到这边了,看到吗? 各个形状都有,这些船有些是租给人拍的,有些是他们本身的水上居民代用的交通工具 这边也有一个停车场,这些屋是不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自由度更大,又有停车场,又有私家泊船位 这边,这边的咖啡也挺好喝的,不错的 刚刚那两父子呢,我稍后再跟他们讲一个故事 关于他们,我都挺欣赔这两父子 经常见到他们在这里回收一些胶瓶 儿子非常听话,很生性的儿子 现在我们在看的那些屋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很精彩啊 很modern的,他们真的住这些屋,是不是? 有些水上人家的那些,你就说,哇,好像很简陋的那些屋 那不是的,这里真是麻雀虽小,五藏俱全 而且它不是麻雀那么小的,里面起码有成千多二千尺的 有些大间的,不错的 他们这边又拍了很多船 还有呢,他们可以租来住的 其实我都拍了一些他的广告 但是呢,就不是那么适当 放在这里,放人家的广告在我的影片那里 就不是那么适当 如果大家想过来体验一下 水上人家那种居住的方式呢 你可以过来短租两个礼拜 或者是一个月都可以的 这些呢,有些是拿出来出租的 也有些呢,就问你,有没有意思和他们一起去航海 很多帆船呢,他们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兴趣的呢 就加入他们一起去航海的 有private的,也有public的 你可以选一些比较是和几档人隔档的 或者是只是私人得你一档的 跟他们一起出去航海 很多广告牌在这里 这边呢,这里就是他们的闸门了 他们有密码锁才能进去的 你不是限杂人是不能进去的 是不是很漂亮啊? 真的很漂亮啊 他们又有食水,又有电,排污系统,什么都有的 很漂亮 过来,我当然不是拍了这一集 我就会继续剪片给大家看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啦